2023年3月20日 印尼总统佐科威 在雅加达颁发防疫贡献奖 表扬在新冠疫情期间 全国的付出与贡献 有超过800个单位团体 获得这项荣耀 此季印尼分会得到防疫贡献奖 以及北苏门达拉地区 新冠肺炎接种特别奖 肯定在疫情蔓延时 此地志工及时发放医疗和生活物资 同时协助疫苗接种 2017年3月20日 奥默克签署和作备忘录 2013年海燕风灾 重创菲律宾奥默克 此季一路相伴 为提高居民环保意识 本日与奥默克市政府 签署和作备忘录 我们有110厘域 不容易做这些 我们很幸运 在这个设计中 这是他们要知道最重要的事 我们教训人们 如何製造化 然后我们收取化 在这个设计中 2005年3月20号 汉班托塔办事处成立 聚工笔手语欢喜道贺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办事处 正式启用 办事处的前身是医疗站 因缘来自于2004年12月 南亚强震引发海啸 斯里兰卡遭受波及 就在当年年底 此季进入重灾区 汉班托塔 设立医疗站 开启疫诊服务 近三个月的疫诊下来 帮助至少两万七千人 医疗站 功成身退 转为此季办事处 继续发挥良能 1999年3月20号 马来西亚爆发力百病毒 马来西亚发生有史来 最严重的人畜共通疫病 人猪相互传染 造成100多位猪农往生 300多人染疫送医 此季紧急成立 病患家属关怀中心 能够去登记家属的一些资料 因为当疫情发生之后 全部都搬离 其实我们是要资料 不容易去找到这些受宅的人 因为全部都恐慌 所以在医院里面 也希望能够去看 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到他们 曾一度被专家判断为 日本脑炎 后来确定是透过 猪的分泌物或排泄物 人畜共患的新传染病毒 由于是在双西立百新村被发现 最后把病毒取名为立百病毒 为防堵疫情 撲杀百万猪只 村民被迫牵村 猪农受灾严重 曾季当时也紧急发放救助金 400多户受到帮助 这个钱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它里面的温馨无限 里面的爱心无限 猪农再次回到家园 不再见往日的兴盛 病后健康难以恢复 经济生活也陷入困境 志工展开长期陪伴 20年过去村民设立纪念馆 寄取经验 当时是14岁 我在医院了10天 回到今天如果我们要养猪 其实这个含义是 以我个人的纪念 还是蛮有危险性的 因为这个病毒是直接 从猪可以传到冷 也不再听闻生畜遭宰杀哀豪 养猪场改种果树 养猪也好 养虾都很会是这样的 就以它的生命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维持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很不妥当 我是这么想 茂盛的大树下 村民资源回收 做环保 用行动珍惜 爱护大地万物